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隱身10天後 於9月27日率6名中共政治局常委 在中共各界高官陪同下前往北京展覽館 參觀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 習高調現身立即擊碎了關於政變的各種謠言 從今年年初開始 反習派們炮製的關於習近平的謠言 就鋪天蓋地席捲以來 幾個月內他們開足馬力 從中文媒體到英文媒體 從場內到場外 動節掀起輿論巨浪 搏人眼球 不斷湧現的知情人發布的內幕消息震撼人心 這些爆炸性傳聞當一個被搶穿後 另一個謊言很快又開始流寸 這些謠言的目的性很明確 就是用輿論來阻止習近平在即將召開的 第二十大中共黨代會上三連音 反習輿論如年初成傳的 前中共總理朱鎔基反對習三連音 集彎了老棟物樓 二線岩第三棋以臥床不起一周 習下理相 中共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 習最重要的親信之一 中召中少軍被捉等 5月初 海外字媒體接連爆料 習已遭遇政變 被迫蟬洋權威給李克強 習將在二十大再公開退位和宣佈教班 直至最近的 習被軟禁 軍權被霸出的謠言 讓人 混旅無旅 真假難變 這些倒閘派製造謠言的目的 絕非只是為了流量和廣告費 他們發動的是一場輿論政變 非常成功 目的就是利用他們掌控的不幹子 發動輿論版倒習近平 奪了他的大衛 這些人成功利用了民眾對中共的反感 來達到反習、暴黨 奪取中共最高權位的目的 而這樣的輿論政變 自習近平上台後 周時起時福 從未間斷 只要習在大衛 政變的陰雲就將一直伴隨 時評人士王友群最近贊民分析稱 早在2012年習近平 在中共十八大相 成為中共黨魁之前 周有政變的威脅 當年的薄熙來、周永康、密謀刪權 阻襲上台 這也導致了襲上台後 發動聲勢浩大的反腐打腐運動 清洗政治對手、穩固政權 2013年至今 有572名 副省部級以上高官和其他中管幹部被習當局查辦 這其中大多數是被江澤民、曾慶紅體不重用的中共官員 中共黨政軍最高層的嚴重腐敗分子的總後台就是江、震 這批官員都是跟隨江澤民、曾慶紅迫害法輪功修煉團體的血債幫 被習當局拿下查辦的官員 及關係網中的人對習行致入骨 他們最希望立即將習趕下台 再由江澤民、曾慶紅收拾殘高 一來想確保他們的滔天大罪不被清算 二來可以再次滿聲發大賽 黃有群稱中共最高層實際上是兩大派在此惡鬥 一個是以習近平為首的勇習派 一個是以江澤民、曾慶紅為首的江振派 2017年中共十九大戰 習當局反腐打虎已經接近虎王、江澤民、曾慶紅 但習為了保黨 在最後關頭與江、震、妥協 妥協的結果就是 從2017年10月起在江、震、囤火的操縱下 習近平就被輿論政變包圍 各種高級黑、低級紅、劃亨、史歪、作梗等從未間斷 時至如今中共二十大戰 習又以反腐打虎的名義打倒了孫力軍政治囤火 而這個囤火的總後台就是江澤民、震慶紅 習近平為成功煉音、實行嚴酷清零政策、引發民怨 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棋盤習失去權力 習對外實行漸狼外交、對香港進行嚴格管制、對台灣實施霸凌 這都成為習被政變傳聞不斷發酵的原因 然而是平印張天亮強調 如果認為換一個人 共產黨就會好起來 這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也就是說中共政權不倒 中國人民永遠得不到真正的解脫 結合前幾天的公投結果 俄羅斯9月29日宣布 將建平所佔領的部分烏克蘭領土 據美聯社報道 黑公發言人 德韋特里·佩斯科夫告訴記者 總統普京將出席黑公聖喬治廳的儀式 並將在烏克蘭四周的佔領區正式拼入俄羅斯 俄國近利在烏克蘭克爾松、努金斯克、敦涅茨克、 波羅爾地區發起是否脫離烏克蘭 並加入俄羅斯的五天公投 27日晚間 莫斯科宣稱四區得票率分別為 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九十三、百分之八十七 在公投期間 武衆部隊和選務人員挨家挨戶強迫民眾投票 對此 烏克蘭評擊持公投是非法 並強調絕對有權利奪回領土 美國及西方盟友都嚴厲譴責上述投票有假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都在29日加入了譴責行列 專家分析說俄羅斯正在因為軍事敗北而日益陷入絕境 公投是他們蠶食瓊吞布克蘭疆土的快捷手段 但普京對相關批評不為所動 仍然徵召高達30萬的後備役軍人參戰 同時警告可能掃諸核武 英國軍方情報指稱俄羅斯此次南星出途人數 很可能超過戰時初期的人數 英方報告說賦予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佔出途高比例 因此勞動力減少和印材加速流失 可能會對俄羅斯經濟造成重大衝擊 在俄羅斯發出動員令 並阻止疫苓人口離境的同時 華府智庫和英國的情報顯示 俄軍在烏克蘭東北部戰略城市 利曼附近的戰士持續失利 華盛頓戰爭研究所 引述俄羅斯的報告指出 烏克蘭已收復利曼附近更多村莊 對莫斯科爾言 這將是重重的一擊 俄羅斯總統普京本月21日下達局部動員令 將徵召30萬預備役軍人透入烏克蘭戰場 隨後我國國地出現逃離潮 俄媒透露克里姆林宮可能關閉邊界 阻止可能收到兵單的人出國 甚至可能將部分動員令升級為全面動員令 路透社報道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佩斯科夫周三表示 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必須繼續下去 至少打到烏東頓涅茨克和露金斯克完全解放 目前俄羅斯已掌控頓巴斯地區 露金斯克州幾乎全部領土 但頓涅茨克州目前只拿下約60%的土地 距離完全佔領還有一段距離 因此現在部分動員令 所說的30萬人的目標恐怕不夠 報導說擔心被俄羅斯徵召的人 還包括最近公投加入俄羅斯的烏東 和烏南的四哥被佔領的民眾 很多當地男性已經開始簡單收拾行李 火速離開被佔領區 據法新社28號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政府信息門戶說 如果公民已經被徵召復兵役或收到傳票 該公民對國際護照的申請將被拒絕 在這種情況下 俄當局將向市民發出通知 解釋其護照申請被拒絕的原因和拒絕的有效期 此外,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9月28日連夜發布安全警告 敦促本國公民在仍然有選擇餘地時 立即離開俄羅斯 美大使館發出警告表示 俄羅斯政府可能拒絕承認 持美俄雙重國籍人士的美國公民身份 拒絕讓他們獲得美國領事協助 阻止他們離開俄羅斯 並徵召在俄羅斯的雙重國籍人士入誤參戰 大使館表示 他們在協助美國公民的能力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並包括交通選擇在內的條件 可能會突然變得更有限 同時警告美國公民 不要參與俄國反徵兵的社會運動 萬一被拉或收到兵單 美國使館能提供的協助恐怕有限 若想離開俄羅斯 應該盡快自行安排離境 美國大使館的警示還指出 俄國當局已抵捕一些參加示威抗議活動的美國公民 同時大使館也呼籲美國公民 避免涉入所有政治或社會抗議場合 同時也不要在這些場合拍攝安全人員 因為俄羅斯並不能保證和平集會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北京警方在中共召開二十大前加強了安保措施 導致前往北京上訪的人數大量減少 此外中共國家信訪局板工大樓 還忽然被用鐵皮圍封起利 北京警方近期禁止在區內進行未經審批的航空器活動 並清查出租屋以驅趕外地訪問 上海一位黃星訪問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信訪局外的鐵皮 在二十六號圍上架 不知道是為了防疫 還是因應二十大的安保措施 由於是在疫情快結束時 維蜂信訪辦讓很多人擔心信訪辦的大門會突然關閉 屆時恐上訪無門 訪問周女士說 她上訪多年 無論是北京舉行全國兩會或中共黨代表大會 都沒見過這種場面 因為地方政府當時是進行嚴格管控、截訪 但國家信訪局卻是對外開放的 另一位訪問程女士說 她從十八大上訪至今已經十年 從未見過信訪局外蓄起鐵皮牆 住在房山的天津訪問湯女士說 派出所現在到處登記訪問 要查身份證 有訪訪訊息的人都要被稱出北京 若要在北京住超過7天都不被登記的 外媒報導 目前人在北戴河的訪問 馬雷士透露 在北京租屋的外地訪問 都被駐京辦抓回去 並被要求寫保證書 說在二十大前不能再入境 中共信訪局違封的消息引發推特網友熱議 信訪局根本沒用 只擺設 給不上訪的普通市民看 這個部門本身就是個最大的笑話 信訪局就是一個讓你們自投羅網的地方 中共允許上訪本身就是一場變局 沒用 電視俄龍 大家 丁